大美 妳遇過乘客喝醉毆打隔壁的 對 就是很猛然 突然的 這樣很酷 但是衰 她是怎麼樣 她是商務艙還是 沒有 她是經濟艙 在去香港一個全滿 全滿 好險 香港 到美國來的 有的打 那她怎麼樣 她為什麼要喝醉 她其實也是像剛剛 就是她上飛機的時候 她就有點怪怪的 已經喝醉了嗎 好像有一點 還是說她神智 精神狀況有點不好 然後她就東要西要 然後口氣就很差 然後我們大家就互相提醒說 那個三神二 Delta的客人 怪怪的 大家沒事不要靠她太近 大家保護自己 沒想到就是起飛 然後送餐完之後 她就突然大聲咆哮 然後對 旁邊就是要做事 要打旁邊那個人 那旁邊客人就立刻彈起來這樣 打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兩個都男生 她咆哮什麼呢 她說自己有些人不知道發神經 就大吼大叫 亂罵一通 對對對 亂罵一通 是沒有邏輯那種亂罵 那旁邊那個人怎麼辦 旁邊人就嚇到 然後趕快跳起來這樣 然後說你要幹嘛這樣 然後她就亂 亂就是胡言亂語這樣 然後我們剛好還蠻幸運 就是飛機上是有空少 就有男孩子 就幫我們拉住她 然後就跟她制止 就是理性跟她規勸說 先生你這樣已經違反 我們航空規定 對 這樣說什麼的 然後就嚇止她 對 嚇止她 可是她似乎是 沒辦法聽懂人話的感覺 對 所以 因為我們如果去 這個機長出來是可以把它捆綁 最後呢 下場如果 最後下場就是我們 直接聯絡香港的航警 她一落地就被航警線帶走 寶兒 有情侶吵架 對 而且在 在飛機上追打 這什麼怪事啊 就是他們好像是在日本當地 就已經發生一件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女生吃醋 然後就生氣 然後上飛機 就一開始是吵架 後來越吵 就越吵越兇 然後後來 他們就開始 女生開始打男生 越打越打 他就開始跑 然後就在走到上面追逐 女生打男生 對 然後男生就站起來 開始跑 然後就往我們後面的廚房跑 然後就整個飛機這樣子 繞圈圈打 那其他程座是在笑的還是怎樣 應該是看好戲吧 追到妳 那妳們怎麼辦 妳們有通知機長嗎 還是不用 我們一開始就是有跟他們制止 但好像沒有什麼用 妳就開始笑了 後來有跟機長報告 他說如果真的押不下來 他就請 就是落地後請航警來帶他們 然後他們可能自己覺得 好像會鬧大 他們可能 因為其實請航警 進來他們會第一個下飛機 對 對 他們可能想說這樣很尷尬 然後就被壓下來 他們就乖乖的 不是 有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對 對啊 很多情侶是在國外分手的 這個是真的 第一次出國然後 才發現不對排 回到那個飛機上就分手了 然後到台北 航空公司那個航廈 各走各的 各奔中心 很多 沈洪你們如果是私人的飛機的話 應該不太會有這種事吧 對 我們基本上不太會發現 這樣子 也沒地方可以追打 對 沒有地方太小了 那個應該怎麼講 應該都是 嘴準稍微高一點 對 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 他們要求都不太會有什麼要求 所以他們很free 真的很free 客人人都很好 就是跟一般的想的可能 會有什麼很刁難或什麼 但是都不會 其實都不會 然後你們要吃什麼喝什麼 其實他們都不太吃喝的 但是因為我在飛機上面有遇過就是 客人的小孩 然後就是兩兄弟這樣子 就會把你當 當佣人 當使喚 那個你幫我拿一下 那個怎樣 幫我剪一下 幾歲 小學 很小耶 很小 非常小 非常小 沒有 他那個在家裡被用的時候 對 然後 尤其香港 家裡太有了 而且他們會把 飛機上用得非常的軟 就是連地板上就是 餅乾熟 不知道他們怎麼吃的 就是椅子啊 餅乾啊 地板上完全都是 反正你會收嗎 他一定這樣想 對啊 是我在收啊 那他 那你 你這樣做這個 私人飛機這個工作 有沒有男生追過你 在飛機上 最好 還好耶 還好 還好裡面就有很長 因為他們會 有 就有 沒有就沒有 說還好 那這類是 有鬼 你 你氣什麼 黑機上有鬼是 下一趴才對 下一趴才對 沒有 所以你們那個 多半是家庭比較多 講出來 對 家庭居多 而且那個上來 老闆娘都在旁邊的 打個屁啊 而且會自己攜帶辦 很多都會攜帶辦 哦 攜帶 攜帶 就是我們有遇過就是 因為我們有床 小床 然後就是 大家兩個人躺在床上 其實只有一個人 那個是單人床 但是就是兩個人床 在床上 然後我就會走過去 默默的在 關上門 在沸 對 喔 開門 哎呀 默默的關上門 對 是以上